那个行李箱的轮子啊 里面有那种经验 就是如果我去 我拖着移动的时候 要经过一些老街 然后是那种钻地的时候 你就会 如果经过一些比较安静的地方 你就叩叩叩叩叩叩 然后你就 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一个避难 或是你不想要被人家发现的情况下 但就是 大家就远远都会听到 那边有一个就是很奇怪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卧槽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好我们来到第五集 这一集要来聊一下 战争发生的时候 民众应该要如何避难 那上一集啊 我们有聊到了避难物质的储备 要分成居家储存跟紧急避难两种 那一般人在家里可以储存 两到三周份的饮水跟食物啊 然后个人药品 急救宝等等 那居家物资储备介绍完之后 我们再来就会聊聊 可以拿着就跑的 这个紧急避难物资 该如何准备 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好奇 那不就是准备物资存物资吗 那为什么还要分居家储存 或是紧急避难两种呢 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讲到这题 就让我想到最近 其实还算流行的一件事情 囤东西 囤东西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注意新闻 前一阵子因为 这开始当然是因为 就是有人提到说 日本好像开始排放 那个福道和电厂的一些冷却税 然后说可能会影响啊 影响台湾啊 韩国啊 中国啊 什么亚洲地区会影响 所以开始会去抢什么 去抢盐 去扫货 那台湾有些人也有受到影响 所以我那时候有一阵子发现 台湾各大埋藏的烟被扫光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相对什么 什么囤岩概念股 还随之上涨 但后来又点回来了 我人生第一次看到 那么大一包的台湾点 我从来不知道 还有出那么大一包 也有这种选项 对原来有这种 我怀疑他们是怎么扛回去 这也是很痛苦 其实你大概可以知道说 所以可是就事实上 就现实上来讲 那个排放水对于整个 这个不管盐或是水产 到底会不会有影响 其实在科学上 其实是不会的 那这个联合国相关单位 其实也有去认证过 但是呢 即使如此 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管道 不管是透过一些 LINE的讯息 或是有些国家科医的 在抖音上面 那些大外宣等等的 去就是夸大去 或是不实的言论 就怂恿大家去抢盐 因为其实台湾的这一波抢盐 那在哪里同时也发生 在中国也有人去囤积 去买一大堆盐 说这个 这个 因为之后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再之前呢 其实韩国 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就想说 哇 就只是一个核电厂 排放相关冷却水的事件 就可以让大家 就是疯狂的 去囤积一些物资 那如果 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是 发生在战争的时候 那中国也一样 当然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然后有舆论战 资讯战攻击的时候 不管宣传什么 就是赵三餐嘛 我宣传这个 没有米啦 或是米这个什么 快要被污染啦 大家要赶快买 去传这个物资 或是没有食物啦 或是说没有什么样 一些医疗用品啦 等等的 那到时候 没有卫生纸啦 没有卫生纸 大家记得有卫生纸 出现过这件事情 对 所以不管 他可以去操作这个议题 让民众过度恐慌 然后去抢购物资 所以如果在战争时期 你才要去说 我是不是现在才要来 抢购来囤这些东西 到时候就会引发 就是社会更大的动乱 因为你可能大家一起买的时候 真的会买不到 原本其实 如果照正常的这个消耗量 可能不会缺乏 但大家一起去抢的时候 就真的买不到 然后就有社会动荡 然后就有点像什么 米被挤兑了 就是大家买不到 像买米买不到 什么盐被挤兑 买不到 或是有什么 其他重要物资被挤兑 那反而就是造成民众混乱 然后整体国家的抵抗力更弱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也讲说 为什么 OK你可以囤 但你适量的囤 你也不要囤太多 但是你也要事前准备 我觉得比较是一种储备 然后让你心理跟各方面 都比较安定的一种概念 所以不是主张 大家要囤东西 那如果大家从一开始有听 就会发现 我们其实一直在主张的 都是告诉大家说 战争来临的时候 最大的威胁 不只是第一线的军事冲突 而是中国透过 这种混合战的方式 造成社会的恐慌 瓦解台湾人的抵抗意志 或者是让社会感到很混乱 所以预先做好各种准备 维持社会机能正常运作 其实也是台湾抵抗外底 最重要的自保之道 那也是我投入民房 观念推广的初衷 因为这个题目 我会觉得要提供 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就是如果你真的 一次囤了超多的物资 这个真的好事吗 像第一点就是说 我们先不要讲 家里的空间够不够大 你看到那个很大包 那个盐 你可以想象 那个东西都囤在家里 然后你又囤了什么 几十包的卫生 你看你家一瓶多少钱 囤的成本就多少 你看那机会成本 那个库存成本有多高 而且这些东西有一些 当然比如说 你说卫生纸或盐 可能还好 但如果是食物呢 或是有些是药品呢 有些是有保存期限的 你囤了那么久 最后其实都是浪费 或是到时候 你真的要使用了 这时候才发现说 哇过期了不能用 那反而造成自己的伤害 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境是什么 就是如果真的发生灾害 或是真的是战争 发生这样的不幸的话 你的住家 你的生活的空间 被占我波及 那你必须要离开 那个空间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扛着 50公斤的米离开你的住所 扛超大包的盐 对对 想一个童话故事 背着盐的驴子 经过那个河 然后就会变很轻 谢谢你 好对不起 我会回来 所以因为你实际上 你不可能背着那么重的物资 然后离开你的空间 你物理上没办法活下来嘛 所以说你还是要 适当的量就好了 那如果这样就讲到说 如果是要离开家中 你要是移动的情况下 那你要带多少的物资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多数都知道 有一些户外 不管是郊游登山 或是践行的经验 如果你是一个相对有经验 有经过训练那种登山的人的话 或是你只有经过军事训练的话 你可能可以背到30公斤 甚至更高的重量 然后去步行移动 但是一般人的话 如果你是不是只是说 我扛着起来 你是还要背着 然后走一段时间 长这个步行一段时间的话 你可能10公斤 15公斤 看每个人的体能状况 可能就已经是极限了 所以你不可能什么都带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前面提到 除了你要有 适量的居家的储存物资之外 你还要有准备 外出避难的 经济避难背包 就可以你可以直接背着走了 那这样的 第一种的全面的准备 就是让你在家里 你可以度过一周两周 你可以自己在家中活下来 然后直到政府可以启动 这个物资的调配 或是物资的救援等等 第二种刚刚经济避难的背包 就是让你如果 非不得已要离开 你所居住的空间的时候 你可以在外出避难时 让你可以至少撑到 下一个可以避难的地点 那个所需的一些 维生的必须物资 都有准备好 那像我们在讲这个 准备紧急避难包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能要稍微秤一下 你准备哪一包到底多重 结果一秤发现30公斤 你现在单手提觉得可以 但那是一下子提嘛 跟你走很长的距离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对所以做准备之外 其实还要考量到 自己的能力啦 对那居家储存 我们通常是建议以两到三周为主 那外出避难就会建议是 一到三天份的 维生必需品 那这个建议其实是考量了 台湾都市城乡之间的距离 其实都不是真的很远 那你一到三天的分量 其实已经足够移到 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了 背过多 那一方面消耗你的体力 一方面其实物资过多的囤积 像前面讲的 其实也不是好事情 那所以你准备一到三天的分量 到了安全的地方 就可以到政府开设的避难收容处所 去寻求物资的补给 一到三天 应该是已经够了 那居家储存跟紧急避难 两种都要有 才是应对战争 或是应对紧急避难的 最好的准备工作 因为你囤那么多 像刚刚前面讲的 你逃命的时候 不太可能全部都带走 一个人扛50公斤的迷 另外一个人扛10公斤的盐 那你体力就已经消耗光了 对那一方面你囤那么多 其实也可能会在混乱的时候 引起一些不法之徒的趁火打结等等的 就不必要的麻烦 而且你家的那个房租应该 大家现在房租应该都不是很便宜 还想像你每一瓶的那个房租 或是买房子的钱 就是你囤积的成本 对不划算 对不划算 刚刚那个雪莉有讲到就是 被趁火打结这件事情 我觉得想要先提一件事 就大家其实现在有时候想到说 发生战争的 那我的资产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都要换成美金 有人提到一个 就大家很喜欢提是什么 提金条 换成金条 我都必须在那边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你带着金条的情况就是 大家都会知道你带着金条 那你走在路上并不会让你比较安全 大家都会知道你带着金条吗 会空洞空洞吗 就是你那个是一个 就是大家很好去抢你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存折 然后你少数零钱 在身上就是你可以应急用 然后其他的存折 就是抢了没有用啊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金条 金条上面没有写名字啊 对不对 我拿很实用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必须思考一下 那个情境 并不是就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那再回来讲就是说 那在这种的就是 真的外出避难的时候 一样可以像想说 就出外旅行啊 登山露营那种感觉 去想象 你只要带最轻便 而且必要 因为你要背得动嘛 如果你自己扛了背不动 你就没有意义 如果带了一大堆东西 讨难 走不掉多远 你就没体力的走不下去 只要走够久啦 走十分钟不算 对 就带你自助旅行的经验 你如果自助旅行第一次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带很多东西 我要带一本书 我路上一定会看 没有 不要骗自己 就背了几天的书 对 你不会看的 你就要把必要的东西带着 然后 而且你可能要走很多路 如果你失去了体力了 你会让自己更危险 而且如果你可能要 经过一些 又是高风险的地方 譬如说 可能接近交战的区域 那你必须要更勤辩嘛 你才可以 比较迅速的移动 或是去 比较机动性的逃跑等等 因为最重要是避难的情况 就是你要保命优先嘛 你不要太多麻烦 带着这些金条 然后成为大家怎么 这个歹徒际遇的对象 大家应该都看过饥饿游戏啦 或者是大逃杀等等 对 或者是那种系列感觉的东西 或是什么 僵尸片 可能有类似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请 某某帮大家整理一下 紧急避难物资 有什么样的原则吧 这个什么 现在我讲之前 我先跟大家推荐一个影片 有个单位叫Wars 他们有推出一个影片 整理的很好 就是大家如果去加勒服买 买东西 基本上大家加勒服 就可以买到绝大多数的东西 让你可以准备一个 紧急避难包 好 首先第一个 当然我们要准备 这个紧急避难包的话 要有一个包嘛 我们非常建议的话 还是以兼顾耐用的 双肩背包为主 为什么是双肩 对 为什么是双肩 你自己出门习惯 如果你有双肩 你有单肩 你真的背过的话 你会有点感觉 就是你其实单肩的东西 没办法背太重的东西 你的腰啊肩膀 其实背久了会酸 双肩的话 可以平衡那个重量 而且这样子 你如果至少 你出去需要10公斤 15公斤 20公斤的话 你才可以背比较久的去移动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 你说那我也可以带行李箱 我可以有轮子这样扛 必须要提醒大家 那个行李箱的轮子 你们有这种经验 就是如果我去 我拖着移动的时候 要经过一些老街 然后是那种钻地的时候 你就会 就经过一些比较安静的地方 就扣扣扣扣扣扣扣 然后你想想 如果你在一个避难 或是你不想要被人家 发现的情况下 那就是大家就远远都会听到 那边有一个 就是很奇怪的声音 所以也尽量不要带行李箱 双肩的背包 然后能够防水啊 耐磨啊 都会更好 就是比较不容易 影响到里面的内容物 然后有些背包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印象 就是有胸扣 就是会有那个扣子 可以拉过来扣住 扣在胸扣 扣在腰间 这样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肩膀 身体的负担 你更好就长距离移动 那如果是成人的话 那希望就是说 那种背包的容量 大概是15到20公升 也要随大家的体型啊 或是体能做一些调整 如果是小朋友 或是老人家 当然可以带小一点的这个背包 那就刚刚提到嘛 就是侧背包有它的缺点 心理箱有它的缺点 还有就是你如果是那种 你真的要带心理箱 也不要是那种很大的东西 把全家人的物质都做到里面 为什么 就是不要把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 你如果把这些 全部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心理箱 那有可能被人家抢 或是有可能就是 种种原因遗失了 或是在紧急的情况 或者是彼此分散的可能啦 如果你小孩身上 没有任何他自己的食物的话 小孩走势怎么办 对 所以最好某个程度 还是一人一个背包 这样分散风险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 有自己的那个物质 在自己身上 不会就是 啊食物 啊食物在那个谁的背包 但是你跟他走丢了 当然刚刚讲到嘛 就是如果你在家中 那你也许准备 两周三周左右 那你外出的话 你其实准备 一到三天的分量就够了 因为你可能可以从 这个要从A要撤离的都市 一通到B 其实在台湾的情况 应该不会需要太久 要带哪些东西呢 就是我觉得主要两个重点 就是一个是必要性 这个东西是一定需要 第二个是可携带性 就是它是轻便的 比如说食物 你不能说 哎你又带一只拳鸡这样子 哈很营养 或是带类似的洋芋片 对就是然后带那种 对不要带那种就是 你说这个东西热量很高 我可以活很久 但是你知道 大家有影响 空气 弄零食包 对里面打开都是空气 所以你如果放到你的背包 你就一下就满了 所以要可携带性 像什么 像有一些也许那种 营养口粮 苏打饼干 或是像巧克力啊 那种就是体积不大 然后但是你吃一点点 就可以补充很多热量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在你 如果想要维持体重的时候 你不会想要吃的那些东西 对就是小小的 但是可以很快的 让你的体重增加 就是一些那种干粮 能量棒啊 或是一些罐头 就打开就可以吃的那种 那在饮水的话也很重要嘛 因为每天 大家其实都会需要 一定程度 一定分量的饮水 那最好是能够带 一两公升左右的 那种水平 大的水平 然后可以撞饮用水 然后沿途找 可以补充水分的地点 台湾其实有些公共的公园 防灾公园的话 它其实有些 停工用水的地方 或者是就是 大家可以带那种 简易的净水壶 或是那种登山用品店 也会卖净水定 那这样的话 如果经过一些 就是有湖泊啊 还有湖泊好像有点少见 河流有吸水的地方 反正有水源的地方 你其实还是 一定程度的消毒过滤后 可以使用 因为你必须要 喝水的情况下 你还是可以 偷个人的方法去喝 当然最后还有提到 就是说急救包 我们之前有提过吧 就是像个人药品 然后什么一些 清洁消毒的用品 那这些东西 都要带在身上 那如果尤其是要 穿过这种 交站危险的区域的话 一定要带到 而且户外过夜的时候 也要注意 是否会被那种 温虫咬伤 然后会有注意保暖 或是保持干燥的需求 比如说雨衣啊 清便雨衣 这要都需要 我觉得刚刚聊到这些 因为其实台湾 现在还算是流行 一些户外活动 比如说野营啊 露营啊 所以大家如果 比如说有些相关的 东西想要买 或者是参考的话 也许相关的社群上面 也是大家可以参考的地方 所以比起 抢折去囤一些 用不到的盐啦 比如说我看到那些 真的是蛮夸张的 那超级大包 可能是一公斤 还是更大 我不知道 你有看到吗 一些咖啡色的包装 他们就可以说 就是我吃过的盐 比吃过的米 还要多 他如果真的吃完 可能要送意吧 对 所以比起囤那个盐啦 大家需要的 其实是分清楚说 哪些东西是真正 紧急必须需要的 像刚刚讲的 很多大家 就是背包旅行的时候 会带着书 想说会砍 没有 所以紧急避难的时候 的包包里面 也不要放书了 就是拜拜 增加负重而已 没有必要 所以哪些东西 可以保护自己跟家人 才是最重要 所以也要提醒啊 就是如果家里有小孩啊 老人啊 或是动物伙伴等等 那他们相关的需求 你也要一起包进 你的包包里 比如说至少 你有养狗养猫 带着他一起跑的时候 他的食物 你要稍微准备一下吧 那老人家 可能有慢性疾病的药品啊 然后婴幼儿 可能有副食品啊 等等的 这些东西 其实也要一起带 听到这边呢 可能就会 大家心里 就出现了一些 奇怪的画面 想说刚前面 这边讲饮水 金海湖泊河流 好像台湾 其实没有这些地方 或者是说 外租逃难只能不行吗 为什么 我们要一直强调 物资背着动 带着走 那如果开车 不就可以载很多物资 而且在台湾都市 大家都开车啊 不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 当然如果情况允许 那大家可以开车上路 然后如果有老人家 又有小朋友的话 那当然你开车车 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可以这个一起兵啊 问题就是 你这样想 我这样想 他还这样想 所以当真的需要 紧急并然的时候 如果大家都同一时间 去你的开车 那你就会发现 就是大马路就变成停车上 大家都塞在路上 然后变成是 大家都没办法 前进 没办法移动 廉价时的台湾 对 就会就是大家 对 你就想到那时候 过年的高速公路 就大家可能就会塞在路上 就其实 他应该看过很多那种 就灾难片嘛 就是那种 外星人啊 卫星装地球啊 对对对 陨石啊 或者什么之类 那大家都会开着车 然后就塞在路上 然后就爆炸之类的 好 火山爆发之类的 大家应该脑袋里面 都有一些画面啦 都有看过 对 所以其实没有办法 承受这种 我们的交通条件的话 肯定没办法承受 大家都开车 当然我觉得这边 也是可以讲 就是如果你 非常非常前面 你就做好准备 到乡下 或是政府 有足够的缓冲时间 让你这样做的话 那这或许是一个选项 但是大家必须要做 一定程度的最坏打算 所以你一定还是要做好 就是你要步行 的这样的准备 那就是 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 如果这个情况是突然的 这个有这个中国对岸 然后发生着空袭啊 或飞弹袭击啊 那你那个时候选择 如果你跟大家 那个时候才想说 不行 我最后准备好开车 我没有准备好步行的话 那那个时候就不会呼啊 妈妈 对不对 或者那时候才准备 要开车去全店买东西 那肯定塞到爆 对我想 就是那个囤岩的那个人 应该都已经把 都抢光 也轮不到你的到时候 所以那个 我觉得我们可以 从这些经验 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应变 而且如果这是真的 发生战争的话 有一些道路 可能会被管制或封闭 然后就是专门给军队 或是这个重要的政府部门啊 或是重要的单位使用 你民众的车辆 不一定能够通行 那我这边我觉得 可以另外再举个例子 就是你也可能要避开 像高架的道路 为什么 因为高架道路就是 它有可能 如果有些重点的地段受损 它可能要受损一点点 你整段都卡住 也很难拔库 你就会塞在一个 什么地方都去不了 一个高架的地方 而且以台北为例 以台北的高架桥 都非常会塞车 对对 又塞 然后又会卡住 那你哪里都去不了 所以你可能还是要 走地面道路 对这是一个 如果要开车的话的 一个选项 而且就是开车 其实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风险啦 所以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 你要做好 各式各样弹性的准备 这样子 如果开车有风险 道路又无法容纳 所有的人开车避难嘛 像我们刚刚前面讲 那一般人要怎么疏散 才会安全呢 比如说开车会塞 那我们可不可以骑摩车 我觉得我们这可以 从战争的现实状况 还有就是预期中 政府可能会做一些措施来分析啦 那比如说我们就看 那个乌克兰的例子 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其实很多个乌克兰的城市 被俄罗斯围攻 那基本上就 如果是城市的话 民众就还在 还在那个城市里面嘛 所以居民就会在 那个攻击范围里面 那可能城市会出现什么 不管是停电啊 物资短缺等等人道危机 在一定程度的国际压力下呢 那那个时候有些国家 介入调停啊 好那俄罗斯的时候 勉强说 那我就是依照国际法 我可以暂时停火 会设置一种东西 叫做人道走廊 有一块区间 你可以说 那你非 这个都市里面的非作战人员 就是一般民众 乌克兰民众 你可以透过这个道路 然后撤离 当然那个时候 俄罗斯就是比较 这个监察 这个独裁政权 他们就把那个通行的方向 就指向了俄罗斯 或是这个 他们自己的占领区 所以就是让你这些民众 就是好 这段走这个地方 你就保证你不会被打 但你走到终点的时候 你会到俄罗斯的占领区 那你可能会沦为人职 或是会被再疏散到 俄罗斯的内部的其他城市 就实际上也沦为人职 而且俄国就可以主张说 你看这些人都要来俄国 对啊 而且就是要你心向祖国 心向祖国都走来俄国 但是如果你又不知道 那个人都要走 让他只是撤离的话 那其实 乌克兰也发生过类似的经验 你可能就会被当作 好 你既然不离开 那表示你留在这边的人 是作战的人员 那他就会对这个城市 进行大规模攻击 像这个 我不知道带有没有听过 这几个城市的名称 像有一个 就抵抗很久的城市 叫做马里乌坡尔 对 在乌克兰的一个地方 经过起司疏散之后 就是反正俄罗斯 就直接认定说 好 反正我已经疏散过了 我已经通知过了 你还留在这里的人 你就是作战人员 你就是军人 那他就直接对这个地方 做无差别的攻击 就是对 对任何地方攻击 那就让这个城市成为废墟 国际法当然对战争 有一些人道规范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时候会有联合国部队 什么维和 接入内战 然后会开辟人道走 但我觉得 我们也必须要强调一点 就是侵略者 尤其是种独裁政权的侵略者 可能会故意不去准守国际法 或者是他就是走一些 就是旁门走道 或者有一些 绕过这个规则的方式 说有啊 我有设人道走 但是其实他有明显的政治 或者军事目的 更惨然的情况下 就是俄军也曾经恶意的 屠杀乌克兰的民众 像多大有兴趣可以去搜寻 叫做布查惨案 就是布查 我布的布 检察官的查 对布查惨案 那就是发生在一个城市里面 就是俄罗斯士兵之业 对民众无差别的杀人的事件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状况的话 又跟台湾有点不一样 是他们的陆地是相邻的 当然他们俄罗斯这种 他没有宣战就直接展开 所谓这种特别军事行动 实际上当然是入侵 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还是可以 一下子就推进到乌克兰的境内 让乌克兰政府反应不及 没办法提前 对于前线的这些 都市的民众进行疏散 那台湾的情况 可能就会不大一样 台湾的情况 其实跟俄罗斯跟乌克兰 蛮不一样的啦 因为毕竟中间有一个台湾海峡 我们常常就是 大家在聊这个台湾的海的时候 我们都会讲说 比如说什么 泰国的海很轻松啊 泰国海比较漂亮啊 然后台湾的海就是很凶 但台湾海峡是保护我们 不是游乐 方向不一样 对不是对我们凶而已 对别人也是凶 对台湾海峡是一个 比较相对凶险的海峡这样子 所以台湾的状况 可能就会跟这个 俄罗斯跟乌克兰不太一样 所以理论上 中国的侵队部队 其实可能没办法立刻 那么顺利的上岸 出席台湾 其实多少我们像 跟乌克兰相比 我们会有一定的反应时间啦 就跟其实跟气象预报 有点像啦 像这一阵子 因为过了好几年 就台风又登陆了嘛 那当然不一定有登陆 或是有灾情 或者有豪大雨 豪雨的灾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有一定 很多气象预报 那可能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也会 根据这个样的 气象预报去通知 也许有些山区啊 或是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的居民 说你先撤离 我们让你撤到学校 或是山下 或是其他地方的一些公共空间 让你可以避免危险 这些撤离的时候 紧急避难报 也是可以派上用场 对对 所以不只是战争 但这个天灾 其实也可以用到 那所以一样 你可以想象这个气象预报 跟战争的时候 那种有点像就是 我们不可能在中国 在集结这些军队要登陆前 没有任何的发现 因为现在卫星很赤裸的 可以拍照这些事情的发生 台湾一样 我们可以去预判说 它可能会从哪些地方登陆 从哪些地方移动 或是它会优先 可能攻击哪些地方 那我们可以其中一些 应变疏散计划 针对这些可能会登陆的 沿海地区的城镇居民 疏散到其他的城市 其实如果大家长辈 有日本时代的长辈 有那种印象的话 其实台湾以前就会 这个东西以前叫什么 就是以前在台湾 在日本时代之后 那时候太平洋战争 所以会有美军空袭 这个台湾 大家可能听过 什么台北大空袭等等 所以有点像那个概念 它可能大家会被疏散到一些 乡下或是一些 比较安全的地方 相对不会受到攻击的地方 这个是政府其实可以 就可以提前做的 那那个时候当然 你必须要做好准备 你那个时候再去 如果政府宣布说 好我们要开始疏散了 你再去准备那些物资 可能也不会糊 或是你可能会 不疏散再去全店买包 你可能也要抢 对 也可能来不及 到时候政府可能会 指定几个区域 比如说你原本住在A的地方 都统一到B 那你要他会统一说 你从你要移动方式是什么 这些路线 当然就刚刚提到前面提的 也许他可能会开放汽车移动 但是有可能只会开放步行移动 所以或是过年代 会碰到那个什么高层载 你不能一个人 就开一辆车卡的那个空间 你要坐满这个四个人等等的 而且或者说他就直接 这个征用公车游览车 就直接载大家 就是大批大批的民众递开 其实过去像这种征用 大型的这种交通工具的情况 在9亿的时候也发生过 那当然当时那个时候 征用这些工具是为了要救灾 那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拿来就是撤离民众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种面对这些情境 我们都必须先做好准备 不然的话就到时候 你可能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有这些物资的准备的话 那还要强调一点就是 我们之前也有提过 就是政府到时候 可能会有避难的收容处所 就是可能可以让你有一个地方 可以暂时的安置 然后有简单的食物 简单的short 让你可以在那边灌洗 等等 让你可以简单的活下来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 大家也可以不一定要那么担心 我们刚前面其实有讲到蛮多说 大家要事先考虑一下说 高架桥不要去 或者是哪边可能会被封闭 道路等等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很轻松的讲 但是如果其实每个人 你想想你自己上班的路 或者是生活的路 你现在一下子突然发生的时候 要你马上想到 哪些地方要避开 可能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公民行动指南里面 就有教大家说 要怎么查询疏散避难地图 然后也包括可以到什么 消防防灾一点通APP里面下载 或者是更重要的 平常要做好自己的避难地图 我们手册里面也有教大家如何制作 你要想好这个路线的规划 然后比如说这个路线 你上下班的路线 刚好会经过警察局 然后你家附近的军营 那那个路可能就要调整一下 到时候可能会被攻击 可能会被中断 或是要求就大家不能经过 你就要想办法绕路 不要到时候你就是想 到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近有个大的情况 我想大家应该可能有注意到 就是那个大职吗 台北市大职 不是有个旁边有民宅 旁边在施工 民宅下线 然后哪一轮就直接先下去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 大家可以用这个去联想 就是说如果你是那个地方的住户 居民 你在下线那一瞬间 或什么你在房子里面 那你有没有做好就是好 我就要马上可以逃 然后我就要离开那个住宿的时候 我有一个可以让我 至少活个一天两天 没有问题的避难包 让我可以就 就是顺利的出来 当然你会说 没有 可是像大职的居民 后来啊 不管市府啊 或建商啊 有提供他们这个租金啊 或者什么租饭店啊 或者什么补贴等等 大家如果看新闻 就会看到啦 蛮多居民都有讲说 因为第一时间急着被撤离 所以真的什么都没有带 就出来了 对还有猫咪被困 对还有猫咪在里面待了 都没有人喂他 好可怜 后来有 后来好险没吃这样 对 好那是那个想象 那是一栋 或是好一个block里面的 几栋的这个民宅受到影响 如果今天不是 就只有那个block那几个民宅 是一整个县市 一整个都市 或全台湾好几个都市 受到影响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见上海市府 我就说好了 我再帮你去住饭店 好了 我每个人给你补贴 几千块几万块 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你必须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你要自己救自己 OK 你要自己救自己 你要知道让自己 你必须要 可能一天 可能两天 可能三天 你要靠你自己活下来 而且这种情况 可能无法回头救猫咪了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在意的话 就要先准备好相关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平常大家也可以练习 就刚刚提到 你可能有哪些 可以疏散的地点在哪里 那你要准备哪些物资 你要带谁走 尤其有老人 有小孩 有猫咪有狗 有其他的陪伴的一些动物等等的 你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把你家的猫 撞到一个可以移动的篮子里吗 然后平常要练习一下 比如说去看医生前练习一下 计时要多久 看你自己要多久 你就要知道你有多少准备时间 不要到时候才手忙脚乱 好这个怎么扯远了 没有扯远啦 这个也很是我们 在讨论紧急避难的时候 蛮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就会回过台 刚刚提到说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自己居住 其实我觉得要提醒 不只是居住 还有你上班 或者甚至就是你 常待的地方的那些空间 你大概都要去提醒一下 去检查一下 那附近的路线是什么 防灾避难的 有防灾避难的 那个shelter 那个叫什么 防空避难设施吗 有没有防灾公园呢 或是我如果要移动到 我的安全的避难地点 我回到家里 我要走什么样的路线 就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就刚好很不幸的 住在这个靠近敌军 可能登陆这种海岸的地方 或者就是住在 这个容易被攻击的地方 比如说你上次之前有提到吗 我这个卧槽的办公室 我们就在中东府附近 所以就是一个 相对危险的地方 如果上班时间 遇到了什么事 把他立刻离开办公室 对对 不一定马上就会被 空袭就会发生 但是你就要做好这个准备 那你就是到时候 可能民众 可能政府会有指示说 好那哪些区域必须要撤离 那你就最好的安全方式 就是你就听政府的指示 携带你已经准备好的 这个冰难背包 那也许是步行 或是也许政府有提供运输工具 你就去依照指示离开这个地方 对于邁人来说 就是你到底决定说 要开车呢 搭车还是直接用走的 那你当然要依当下的情况判定 或是政府的指示 这个是最安全的 最好是每一种方式 你都有准备好了 所以当下你就可以 最弹性的去判断情况 怎么样 我可以准备好各种交通工具 五台车 大家可以轮流让我使用 这个可以讲吗 这样讲 好回来 对 所以这个的话 还有就是政府会有指定的路线 那如果是政府规划路线的话 可能沿途会有些检查站 检查哨 就是让你知道 会有一个补给的地方 像那个什么 高速公路休息站这样子 会有一个不同的站点 让你可以稍微补给 或者说一些医疗物资的补充 大家是不是很久没去 高速公路休息站 我突然想 到时候不要走高速公路 因为那个 对 那个时候那边可能 你上了去下不来 会卡在上面 像刚刚高架桥的问题 对 所以走这个指定的路线的话 指定的路线的途中 就会有一些补给站 那会有军人 会有公家机关的 这些救护的人员 能够协助 所以这个会是 比较安全的路径 而且其实有点像是说 你事先够了解 政府在那个时候 会怎么规划的话 那你可能 到时候你规划的路线 或你实际上 遇到的情况 也比较会符合 这些补给站的设置 对 就不会 就自己在那边慌嘛 然后造成别人困扰 然后就是 社会的秩序崩起 然后大家就很混乱这样 那这样的话 就是你等于是政府 或是甚至国防的部门 一边要对外抗敌 一边还要就是 维护自然等等的 会造成更大的困扰 我们做这个节目 其实一直希望告诉大家 就是避难的时候 最怕的 其实就是过度恐慌 造成的社会秩序瓦解 大家比如说 开车到处跑啊 然后最后都三在一起 动弹不得啊 或者是就是 整个高速公路 或者是任何马路 都变成大型停车场 或者甚至有车祸 因为比如说 我们出去演讲 就会提到说 现代战争很多时候 车祸其实反而是一个 最常发生的状况 因为大家可能很紧张啊 然后急着就要开车走啊 然后就会造成很多这个 其实有点与战争 无关的伤亡 的死亡 对 是完全没有必要发生的 对 那这样不但会让 逃生避难变得更困难 那你暴露在外 也会增加被攻击的风险 那政府也会投入更多人力 在疏散 或者是安抚大家这样子 对 所以最优先的原则 其实还是配合 公部门的疏散避难的规划 事前做好准备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自己照顾好自己 让政府可以把资源 放到最有效 能够抵御外地的地方 我这边举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 不知道后面的政治不正确 但是蛮有趣的 你先讲我们看看 对我们先讲 看看要不要卡掉 就是我刚好2014年的时候 去过一趟以色列 然后那个时候 以色列刚刚好 跟巴勒斯坦有一些冲突 那段时间刚好是有 我在以色列的时候 有巴勒斯坦 他们的飞弹 来袭击 以色列的一些城市 那就空袭警报嘛 然后当然我们那时候 在里面想说 那是很紧张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反正就有依照指示 去这种地下的空间避难 所以他们是 大家都有按照指示 好好的去做 我不知道我听不懂 以色列什么 西布莱文 你旁边的人 有跟着走这样子 我就跟着大家走这样子 那个时候去参加一个研讨会 跟着群众 对 然后后来呢 过了几天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讯息 就说哇这个 因为他们的这个防空的这个设施 这个这个什么 天穷系统 就是把你对抵挡飞弹枪 就都挡下来了 但是很可惜 很不幸的就是 还是有一位的罹难者 她怎么罹难呢 自己好像是因为老太太在 就是空袭要紧急避难之后 要移动到防空设施的过程中 不小心跌倒 然后摔受伤 然后就离开了 因为是长辈 对对对 所以摔伤比较严重 对就是说这个 可能那个才是唯一的这个casualty 唯一的因为这个 可能的战争的伤亡 那这就是 我就在听大家 就是最平常要做练习啦 因为 当然他 刚刚以示的意思 他可能就一个 听起来严重的事情 就一个人因此而伤亡 但如果是台湾呢 会不会突然想到说 一起冲到什么防空病人设施 可能你有听过那种 上那个是韩国吗 也是不久前 发生那个意外叫什么 很多人在什么跨年 还是什么 多离开院啊 对对对 你可以想象那种情形 如果大家都要挤到一个空间 然后就针线口号 然后就踩踏 然后可能光是那样子 还没有真的发生战争 就临终就自己这样子 死亡了很多人 那这也不是很想到的 或是大家一起 冲到某一个紧急避难点 发现在某个大楼的地下室 然后他上锁 然后没有人知道管理员在哪 没有管理员也不知道 那个钥匙在哪里 对就很像僵尸片 大家就在那边敲那个什么 地堡的门 就让我进去这样子之类 然后死不开门 对 而且大家还记得嘛 就是前几期的时候 我们有提醒过 就是说避难的地点 其实也有两种 就有一种是短期的防空避难处所 就是如果真的是碰到空袭 空袭情报响起来的时候 所以你紧急在短期的时候 你要先躲到那个地方 去躲空袭 暂时待一下的地方 对对对 让你就是不会被这个什么 飞单空袭扎死这样子 那另一种呢 是避难收容处所 或是现在有另外一种 政府有另外一个称呼 叫做灾民收容的究极站 那这种这个地方 就是它有基本的生活啊 或者是惯息的一些设备 让你可以住进去 因为你可能原本住的地方 要求撤离 或是可能被破坏到 没办法让你还住在里面 所以这个空间的话 可能就会发放一些 基本的维生物质 那所以如果你现在 是要外出避难的 就是已经不是空袭 你只要避难的话 你要去的 就会是避难收容处所 那当然政府其实 现在他们有公布说 每个行政区 可能都有他们的 避难收容处所 那当然在暂时的时候 可能会有随时的 一些资讯的更新 就是大家可能要随时 处理他有没有 一些相关的资讯更新 而且呢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 战争的时候 可能会有发生 什么样的意外 可能也许有些点被破坏掉 所以你可能就要 找好就说 政府有公布 两个三个点 三四个点 那三四个点 你可能都要先 做好一些路线规划 就跟我们有提过的 那种情急避难地图 你要大概知道说 我要怎么移动到 一些地方 不止一个点 要好几个点去做 这个预备这样子 我们其实一直主张的 都是事先做好准备 然后有更弹性的选择 让你在面对 紧急危难的时候 可以更快速的 做出反应 那我们这边 被工作跟避难方式的选择 但是实际上 真的走出家门 面临紧急危难的时候 应该其实会有很多 注意的事项 毕竟战争期间 有很多立刻 或者是潜在的危险 刚好我听说 沃曹最近有一个同事 刚接受了防灾室的训练 我们是不是应该 请他来上一下节目 分享一下逃生避难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呢 好 我们就下一集 我们就邀请到 沃曹公民行动指南的 主编防灾室阿展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碰到这个战争 要避难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 就大家请继续 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 那我们节目即将 首次迎来 来宾要请大家 锁定收听 好 下次再收听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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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曹民房关闹什么事 是一个讨论民房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房议题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房会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 沃曹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发落 或者Facebook,Ig,Twitter,YouTube 以及我们的Podcast频道